人生加油站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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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上课之前都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现在应该是基本上都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就是我们今天听课的时候我们要发心我们为什么这个听课为什么要学佛 然后这一切都是为了最终极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中生我们要成佛因为我们成了佛以后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中生否则的话这个利益中生所谓的利益中生还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要成了佛 有很多很多种有广的有很多种有广的有广的有广的也就是说有简单的也有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些都有 还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 那么慈悲心的修法呢也有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太多太多的慈悲心的修法 比如说这个修慈悲心的时候如果我们喜欢稍微修比较广一点的那么慈悲心思四个都有不同的修法 每一个每一个都有它的这个思维的方法观想的方法都有的 如果修稍微广一点那就是修慈悲心思四个都要去修 如果修稍微比较简单一点那就不修慈悲心思 就修这个慈和悲这两个当中呢基本上都包含了其他的内容 如果还要略一点喜欢很简单的修法 那么这样子的话慈悲习师当中其他都不修 只修一个一个就是大悲心 佛经也讲过了佛经里面也讲过 向成佛的人不屑很多的法 只屑一个法 一个法是什么呢 就是大悲心 就是大悲心 那么这个大悲心的修法和菩提心的修法是分开的 分开修 先修大悲心 然后再去修这个慈悲心 或者是我们先修慈悲息思 这四个有不同的修法 修到一定的时候呢 然后再把他这个慈悲息思 上身上身到菩提心的这个程度 这样子去修 那么这一生当中呢 我们不成佛没有关系的 然后虽然是这个秘法里面呢 将集生成佛 但是呢这个真正能够集生成佛的 就是不是很多 就像米拉尔巴大师等等 少数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可以集生成佛 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集生成佛 然后呢 还有我们这一生当中啊 能不能证悟菩萨的第一敌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这个如果能够证悟菩萨的第一敌 那这个境界已经是非常非常高 如果不证悟第一敌也没关系 但是只有两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完成 不能不做不能没有 如果没有了 如果没有做到 如果不成功 那么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学佛 等于基本上等于就是百学 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两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菩提心 处理心呢 我们就是这个作为菩提心的基础 不需要单独的说 单独的讲 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表准的菩提心 菩提心呢 有两种菩提心 一个叫做圣意菩提心 一个叫做世俗的菩提心 世俗的菩提心 那么世俗的菩提心 这是我们要去修 这是我们今天呢 要讲的就是世俗的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我们这一生当中 大家要争取 争取 我们刚才讲过 不称佛没关系的 没有 没有获得菩萨的第一敌 没有争的第一敌 也没有关系的 如果没有争悟阿罗汉 没有争的阿罗汉 也没有关系 这都没有关系 就是两个事情是不能不做了 这个是我们的最起码的要求 学佛 我们学佛 作为一个 尤其是作为一个 学大乘佛教的人来说 这个最起码的要求 就是两个 那么其中第一个呢 就是世俗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啊 必须要完成世俗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在无家心里面 无家心里面呢 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呢 还要完成念这个十万遍 这个法菩提心的衣柜 但是这个根本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 数量我们是要完成 是要完成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这个发菩提心 从我们的内心当中 要发出菩提心 不是要念十万遍 数量 这个十万遍的数量 佛经有这样子的规定 所以我们要去完成 但是呢 如果我们完成了二十万 五十万 这么多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衣柜 但是如果菩提心还没有 那么我们还是不教 还是不教这个菩萨 还有比如说 汉传佛教收解的时候啊 就是收三探达解 三探达解里面就有这个菩提心 又不是这个菩萨戒 那这个菩萨戒呢 是必须要有菩提心的基础 才能够获得菩萨戒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基础啊 我们收菩萨戒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得到菩萨戒 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菩萨戒 如果没有这个菩萨戒 我们去受碧秋戒 受碧秋逆戒 受沙弥戒 受菩师戒 那么这些戒 这些戒律 属不属于佛教的戒丁徽当中的戒呢 根本就不属于佛教的戒律 为什么 如果把这种戒律 比如说我们不傻不倒不阴不亡 这样子的我们的这样子的决心 怎么样把它变成佛教的这个戒律呢 第一个就是要有要有皈依 第二个最关键的 戒丁会 佛教的戒丁会当中的戒 戒是禅丁的基础 智慧的基础 是让我们能够获得解脱的一个这样子的戒 不是一般的戒 那这个戒怎么能够变成 不杀不倒这样子的戒 外道也有的 外道也有 那么这个戒怎么样变成佛教的戒律 怎么样变成这个 在家真正的表准的我们的这个出家戒和在家戒呢 那必须要有出离性的基础啊 这个是 这个一切由补 一切由补的这个戒律 律宗里面呢 讲得特别的清楚的 如果 不管是必求戒 在这个必求尼戒 如果他没有出离性的基础 那就根本就不是 不是佛教的出家的戒律 这样子得不到这个真正的 这个出家戒 同样的道理 如果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去受菩萨戒 根本就得不到菩萨戒 得不到菩萨戒 但是 善叹大戒 如果没有菩提心去受 有没有意义呢 还是有一点意义 是什么意义呢 因为这个时候 他虽然这个戒 不是这个菩萨戒 但是呢 就剥下了一个菩萨戒的宗旨 剥下了一个宗旨而已 还没有这个菩萨戒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个有意义 是有功德的意思 但是他的本质 是不是菩萨戒呢 不是菩萨戒 菩萨戒 必须要有菩提心的基础 所以我们 还没有来得及去修菩提心 去受菩萨戒 根本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所以 像受菩萨戒 那么先 不要照去去受菩萨戒 先去修菩提心 菩提心 修好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受菩萨戒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获得 非常表准的 这个非常表准的 这个菩提心 这个菩萨戒 这样子的 所以 这个 这叫做道次第 这叫做道次第 佛教秀道的次第 我们不懂得到次第 怎么去做 先做的后做 后做的先去做 这样子 那就我们的 这个 所谓的学佛 修心 都变成了一个心识 心识 没有内在的东西 这是一个心识化 所以 所以这个修道的次第 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我们先 修处理心 再去受 出家戒 或者是居士戒 然后进一步的 去修菩提心 然后我们自己觉得 自己有菩提心的时候 再去受菩萨戒 然后在这两个的基础上 然后再去受这个菩萨戒 那么菩萨戒 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 其实我们关丁 关这么多 每个人都关这么多 丁 关丁 其实就是受菩萨戒 就是受菩萨戒 如果我们关了丁 然后不懂得去忽持 这个吃菩萨戒 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这个关丁 不能随便管 如果管了 那必须要去学菩萨戒 不要犯菩萨戒 这个罪过更加的严重 所以我们这样子 去守菩萨戒之前 要去学菩萨戒律 如果觉得可以 自己能做得到 那就去守关丁 然后关丁 我们前几天也提到过 比如说我们今天关丁 那么我们的 我们的对关丁 守关丁的理解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 所有的人 就只要忍在闲场 大家都觉得我关了丁了 得到了这个关丁 但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 关丁如果能够要 获得这个关丁的话 那就是需要 很多的条件 很多条件 那这些条件呢 一部分是这个 关丁的伤识 他要具备这些条件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们守关丁的人呢 我们自己也要具备一些条件 这些两方面的这个条件呢 都具备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得到 这个真正的关丁 所以以后 我们关丁的话 我就建议 大家先学一下 怎么样 关丁 这个特别的重要 那怎么学呢 就灰灯之广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 这个文章就叫做 如何接受关丁 至少 把这个要读完 这个至少这个学完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基本上知道 怎么样去这个关丁 怎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能够得到关丁 什么样的情况下 得不到关丁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所以大家必须要去学一下 除非是不打算关丁 否则必须要去学 学了以后呢 然后懂了 怎么样去受关丁 知道了 然后我们也有出力心 也有菩提心 都有了 然后也有 也知道怎么样去关丁 也了解了 这个时候去关丁 那就我们能够得到一个 很表准的关丁 很标准的观点 这时候呢 我们真正的有了 有了这个 别解脱解 菩萨解 密称解 散解圆满 这叫做散解圆满 这样子 所以这一切都离不开 菩提心 都离不开 菩提心 所以我们 大家给自己 设定一个目标 设定一个目标 目标就是两个目标 第一个 我们这一辈子当中 无论如何都要发起菩提心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最好还是要给自己 一个时间的限制 一个比如说 设定一个时间的限度 两年 三年 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我一定要发起菩提心 过去我们的学佛 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两年之内 我要念多少多少 我要念多少多少佛经 要念多少多少的 这个佛的名号 或者是新周 我要修多少多少的 这个衣规 都是这样子 这些都可以 很好的 我们并不是说这些 不对啊 这个很好的 但是呢 他们的真正的罕疑 就是要发菩提心 去证悟 所以我们 最好 给自己定一个时间 然后呢 就是有一个时间的话 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 那么我们 在这个修行上啊 稍微也有一点点压力 稍微有一点压力 是堆的 不能压力 不能太大了 本来我们的生活的压力 然后工作的压力 太多 修行也变成了压力 那么本来是 修行 就是换解压力 这样子的 但是修行也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压力 那就 很多人就 没办法修了 但是呢 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压力 就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两年之累 三年之累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 2020 或者是2018 这个之前 我一定要 修 这个 修处 菩提心 这样子的 就是给自己 定一个时间 然后去努力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 真无 真无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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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层次 彻底的真无 就是佛 包括八地菩萨 十地菩萨 都有 还没有真无的一部分 真正的彻彻底底的真无 就是佛 但是我们现在 不需要要求 不需要这么高 然后启辞 就是菩萨的第一敌 这个已经相当相当高了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我觉得 这样子的目标 也就是对我们来说 也有一点高 有点过高 这个我们应该把它 作为第二次的目标 第一次设定这么高的目标 这个可能是有点太高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 再下来的证物 这个证物叫什么呢 叫做触步的证物 触步的证物 触步的证物呢 绝大多数的 比如说我们禅宗里面讲的 国取的这些禅师 非常非常多的禅师 都证物了 那么他们的证物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有些人有可能成佛呀 有可能菩萨的异地呀 都有的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禅师 通过禅宗 证物的这些 这个境界 大部分都叫做 初步的 初步的开悟 然后宁马派的 比如说大悦曼啊 还有张传佛教的大兽音啊 十轮金刚啊 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这些法 里面呢 也在讲证物空性 他们的目标 都是证物空性 告诉大家 这个比如说密法 它的最终的目标 是什么呢 最终的目标 就是证物空性 如果密法的 这个 它一旦达不到 这个证物空性的 这种境界的话 那么它的 很多的七买命点的修法 都是没有太大的涌处了 只能 只能把人的心 拼进家来 而移 它 如果 没有证物的话 就它的意义不是很大 所以密法的 这个 比如说 修气 买明天 还有很多的观想 这所有的 都围绕在 这个 证物空性 就是明心 减刑 就在 围绕在这个周围 所有的目标 就是这个 如果没有证物空性 那就是它的 真正的意义 失去了 所以 密法的 这个目标 它的目标 也是证物空性 也是 那么 大部分的 比如说 证物大悦慢 证物大首音 剧牌的大首音 或者是证物十轮金刚 大部分的 就 即个别的 可能有很高的境界 但是呢 大部分的 这个证物 都叫做 初步的证物 初步的证物 都叫做 初步的证物 那么 这个 初步的证物 证物的时候呢 对我们的 烦恼 就 不是很大的 这个 改变 不会有太大的 所以要去 证物了 以后要修 如果证物了 不修 这样子的话 那它不但是 不能 不能 消灭我们的烦恼 而且 这个证物空性的 这种境界 它自己 都会慢慢地 会消失 会消失掉 所以 不可考的 初步的证物 是证物 但是呢 因为它不文污 所以 所以它必须要有 这个基础的 这些 这个 最基础的 这些 比如说 出力心 菩提心 还有 忏悔 积累资粮 必须要有 它们的帮助 有它们的帮助 才能够 证物了以后 就不会再 不会再 消失 能够 闻得住 然后就 不断是 不消除 不 这个 不消失 而且 它能够 逐渐地 可以成长 这个 智慧 可以成长 增长 这样子的 所以 我想 我们应该 设定 两个目标 我们的学佛 是要 需要有 目标的 需要有 目标的 就像 就像 一个 就像 一个 这个 车子 公交车 它有 终点站 但是它 还没有 到终点站 之前 中间还有很多站 每一个站 都是它的一个 暂时的目标 但是它的 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只有一个 同样的 我们学佛 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就是成佛 但是 还没有成佛之前 在这个地方 有很多临时的 这个目标 有很多这样子的 暂时的目标 当我们完成了 第一个目标的时候 然后我们 很兴奋的 很兴奋的 对修心 很感兴趣的 然后当我们 第二个目标 完成的时候 更加的有信心 更加的有信心 然后就觉得 很有希望 然后就 很有 很有自信 对修心 相当的感兴趣 否则的话 我们学佛 虽然是成佛 是最终极的目标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成佛 目前我们的学佛 没有任何的精湛 没有任何的进步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学佛 就慢慢慢慢的 就对学佛 失去信心 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所以什么时候成佛 也就是 也就是很难说 这个 什么时候成佛 比如说 现宗里面 这样的特别特别的可怕 非常的恐怖的 怎么讲呢 比如说 一个人 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 最快的速度 就是需要 需要散个无数的大节 无数啊 无数是什么概念呢 五十九个零 五十九个零 前面加一个一 六十位数了 六十位数 这个就叫做一个 一个无数 其实不是无数的意思呢 不是没有办法数 还是可以数的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数字很庞大 所以就叫做无数 无数就是一个这么一个 很庞大的这个数字 然后呢 无数的大节 大节就更可怕了 大节是什么呢 一个大节 其实节这个不是中文啊 它是一个外来的词 朝起的时候呢 在韩传佛教的这些书本里面呢 它翻译成这个 节波 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我们念节 也许以前是不念节的 那一次反文里面叫做 高波 高波是 一个大节 等于是八十个这个小节 那么这个宇宙 单身 然后呢 存在 毁灭 最后就是编成了虚空 这四个叫做 佛教里面叫做 乘住怀空 整个乘住怀空的时间 加起来 才叫做一个节 一个一个节 那么我们的地球 现在 就到现在都已经有了 四十多 四十多以年的 这么长的时间 往后还有更多的 更多的时间 那么这个 就是一个地球的成长到毁灭 都有这么长的时间 还有这个前面呢 它的毁灭了以后的这些时间 都没有算 所以 那么这么 一个大节 是一个这么庞大的数字 然后呢 五十个数字 又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 三个五十个大节 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之后才能够成佛 那这个 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考验 先宗里面讲的是 最快的速度也是这样子 最快也这样子 才能够成佛 这样子我们佛经的理解 佛经的理解 如果它的字面上的理解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 那为什么要讲三个五十个大节呢 因为我们有贪 成吃 贪要消灭 成要消灭 吃要消灭 这一个毒 贪成吃 三毒消灭 就叫做三个五十个大节 三个五十个大节 其实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从显宗的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一个人成佛 是根本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但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考验 为什么有这么考验呢 我们一开始一发菩提心的时候 如果慈悲心不强 这样子的话 我们 比如说我要度一切众生 我要成佛 什么时候成佛呢 这是需要三个五十个大节 才能够成佛 所以修心要修到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呢 如果没有一个很强大的慈悲心的话 那就很多人就觉得 那就算了 这个时间太长了 没办法 我还是修阿龙汉 我还是自己成为阿龙汉好了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有强大的慈悲心的话 那么他就能够下决心 不管要多长时间 我一定要成佛 我就是要去读终生 不管要花多长时间 我都愿意 他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慈悲心 为了考验我们 这个藏传佛教的佛经里面呢 有这样子接手 还有大墨诸诗的这个论典里面 正好就有这个解释了 大墨诸诗的论典 大墨诸诗的论典 我想很多学汉传佛教的人 也不是普遍地去看 这个一定要看的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论 虽然是字不多 但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那这大墨诸诗就讲 其实不需要三个五十个大节 其实那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为了考验 实际上 实际上 就是要把这个贪嗔痴解决了 就成佛了 那贪嗔痴什么时候解决呢 有可能有些人就很快的 有可能有些人就稍微比较晚 就这样子 那么贪嗔痴是用什么东西来 这个消灭 真无空心 唯一的就是真无空心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 都有这个机会 我们都有这个机会 都有这个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去珍惜的话 那就是 就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自己设定一个学佛的目标 我们在死之前 我必须要证悟 我必须要发起菩提心 我走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别墅带不走 我的这个高级教掷也带不走 然后几百万几十万的名牌的宝宝也没办法带走 然后呢 表也没有办法带走 但是呢 我就带两个东西回去 两个东西 只要我能够带两个东西 我就满足了 其他的东西呢 我还没有走之前 我可以用 走的时候呢 我也不想带 也想带也带不了 那么两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就是菩提心 我要把菩提心带回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然后我要把这个 这个正无空心的指挥带回去 其实就是两个字 指北 指挥和北心 我把这两个东西带回去 那么其他的这些世俗的东西呢 带也带不走 带不走也没关系 我就带这两个 我就满足了 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 目标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舍离 端起的目标 学佛的人啊 修行的人 必须要舍离 舍定 端起的目标 如果没有这些端起的目标 只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成佛 那么什么时候成佛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 这个仙宗的佛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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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意思 所有 仙宗都这么讲 不管是 藏传传的仙宗 汉传的仙宗都这样 都这么讲 如果这个 显宗里面 讲的这样子 那这个 终极的目标 什么时候 这个 很难说 所以我们 必须要 舍定 暂时的 这个 这个 目标 暂时的目标 第一个完成 第二个完成 我们 很有自信 对修行 很感兴趣 这是一个 很好的 方法 这样子去 修 修的话 我们一定会有 这个 进步 藏传佛教 里面呢 有一种 说法 是什么呢 这个 上等的 修行人 每天都有 收获的 每一天 都有收获 中等的 修行人 他每一个月 都有收获 他每一天的 收获 谈不上 但是呢 他每一个月 都有收获的 这个月 比上一个月 好 下个月 比这个月好 他每一个月 都有收获 再下等 再下等 最差的 修行人 他也就 每一年 都有收获 今年 一定 比去年好 他有收获 这一点 是完全是 真实的 但是呢 我们 根本不去修 就是天天都是 烧香白佛 求佛保佑 除了这个意外 我们不懂得 修 修慈悲心 修正悟空 那这样子呢 我们 十年也没有 没有 没有 收获 不但是没有 每天没有收获 每个月没有 每年没有 十年也不一定 有什么 收获 十年之前 跟之后 对比一下 比较一下 就是没有什么收获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要施定 暂时的目标 往这个目标 奋斗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 首先 施定一个目标 应该是 菩提心 然后 这个 大导了以后 这个目标 大导以后 第二个目标 应该是 真武空心 要求布告 这是 初步的真武 初步的真武 要求布告 但是初步的真武 如果真武了 那么我们 稍微的投入去朽的话 让我们的 今生上的这些 很多的焦虑 忧郁等等的 这些烦恼 是很容易解决的 非常容易解决 比如说 当我们遇到一些 非常 对我们自己来说 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打击 今生上的打击 这个折磨 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修心 那么很容易解决了 很容易解决 很容易一下子 就可以解决掉 所以 然后再去修 再去修了以后 那就我们的 比较严重的 这些烦恼 也就能够 解决 这样子我们走的时候 真的是 有把握 虽然还没有 还没有 这个 成佛 但是 李成佛 不愿 不愿 比如说 比如说 佛经里面 尤其是密法里面 有一个碧玉 比如说 有人去钓鱼 钓鱼 那么 水里面的鱼 它把这个鱼狗 吞下去的时候 正好在这个时候 鱼 它还没有 离开水 它还没有离开水 它还没有 这个 这个 拿上去 但是呢 但是呢 它 它跟 跟这个 离开水 睡眠 是 和这个 现在 它虽然还没有 没有离开水 离开水 但是呢 实际上就是 一个意思 等于就是 已经离开 离开水 为什么呢 它可能是 几秒钟之后 需要离开水 同样的 密法的意思 就是说 凡是 这个 真无的人 凡是真无的人 有这个 初步的 这个真无的人 它 目前 它虽然 还没有 离开 这个 轮回 还没有 离开轮回 它人 还在轮回当中 但是呢 它等于是 离开了 轮回了 等于是 离开轮回 因为 它在这个 轮回当中 不会停留 很长时间 这个 圣死 轮回当中 它不会 流转 很长时间 很快 就会 解脱的 很快 就会 解脱 所以我们 只要有 达到了 这两个目标 那我们的人生 就是有意义了 这个就叫做 人生 有意义 这就是下满人生的 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 要努力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为什么要修菩提心的 这个理由 就是第一个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冷冻活鱼的果报 阿军 从事水产养殖多年 这些年 随着鱼子降 和鱼鱼的价格 不停地攀升 他开始决定 饲养鱼鱼 阿军 你怎么会想要来饲养鱼呢 是啊 阿军 虽然现在鱼鱼的价格挺贵的 但市场上的需求量并不大 你一下子投资这么多钱 将鱼池全部用来饲养鱼鱼 这样可靠吗 不担心投资下去 结本无归吗 放心了 我从事水产养殖业那么多年了 怎么会没有考察好市场就盲目投资呢 你们不用替我担心的了 这么说来 你已经考察过鱼鱼市场了 是啊 你们知道吗 在国际市场上 鱼鱼鱼子酱的价格 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价格 还有烟熏的鱼肉 在国外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鱼子酱和烟熏鱼肉 在我们的市场上 一定会大卖的 到时候我也会大赚一笔的 这些我也知道 不过能生产鱼子的 可都得是十几年的鱼鱼 虽然鱼子酱收益很高 但投资时间太长了 风险太高 要知道 现在市场上卖的 大多是只养了一两年的鱼鱼 没错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会 投资这么多钱来抢占市场 不要错过 赚钱的好机会的 随着鱼鱼 一天天的长大 阿君决定卖掉一些 收回本钱 于是 他开始寻找外地市场 很快 他在几百公里外的 几个大城市 找到了愿意长期 和他合作的几位老板 这鱼的味道可真不错呀 吃起来肉质鲜美 又爽口的 这好像是鱼鱼啊 阿君 这鱼不会就是你养的吧 没错 这就是我养的鱼鱼 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吧 味道真的非常棒呀 阿君 还是你的眼光长远 最近凭借这些鱼鱼 你赚了不少钱吧 是啊 味道这么好的鱼 销路一定很不错吧 听说 好多大城市的水产老板 都和你签了契约 购买你的鱼鱼 跟你要长期合作的 别提了 别说赚钱了 能不赔钱 我已经偷笑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这些鱼鱼没有销路吗 不应该呀 它的味道这么鲜美 在大城市的高级餐厅里 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是啊 阿君 我们都是好朋友了 没必要藏着不说的 难道 你最近没和大城市的水产老板签订契约了吗 鱼鱼的销路是有的 契约我最近也签了不少 但是钱却没有赚到 真的是让我担心死了 又有销路又有订单 怎么会赚不到钱呢 是啊 这怎么可能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要知道 按照契约要求 我必须提供活鱼 也只有活鱼鱼吃起来 口感味道才鲜美 可是几百公里的运输过程 会让车里的鱼死掉的 死鱼可就不值钱了 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空运 可是空运的时候 又必须得带水 一斤鱼要两斤水 因此空运的成本太高了 有些时候 不但赚不到钱 还得赔钱进去呢 是啊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个问题哦 当初只考虑市场 却没考虑到运输的问题 这真是让人头痛的 的确如此 水产运输的问题 如果能解决了 那一切都就迎刃而解 阿军到那时候 你就可以大发力士了 哎 先别想赚大钱的美梦了 我想请你们两位 帮忙想想办法 你们也都从事过水产运输 应该会有什么好办法的 好方法 我一时半刻想不出来 不过既然鲜鱼在国外比较流行 那国外鲜鱼运输的问题 应该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法了 不如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方法 哎 对啊 这真是个好方向 可是我们从哪里获取国外鲜鱼运输的方法呢 前一阵子 我听居住在国外的朋友 说过关于鲜鱼运输的方法 听说是让鲜鱼迅速降温 让其休克 鲜鱼休克后还能存活很长的时间 这个方式 你可以回去尝试看看是否成功的 是吗 哎呦 那太好了 一会儿我就回去拿几条鲜鱼做个试验 看看是否可以成功的 为了掌握 让鲜鱼休克的最佳温度 阿军开始反复试验 每一次失败 都会有些鲜鱼 因此而丢掉性命 哎 又失败了 究竟要将温度控制到多少才合适呢 阿军 为了做实验 你已经冻死了几十条鱼了 这些鱼可值不少钱呢 此几十条鱼算什么呢 只要我掌握了冰冻活鱼鱼的最佳温度 那以后的收益 可是会好几倍的增长 快过来帮我再捞几条鱼 我还要继续进行实验 妻子无奈 只好又捞出来几条鱼鱼 阿军将这些鱼鱼放进了一个冷柜里 然后将冷柜的温度调节到零上三度 冷柜里 那几条鱼瘦冷后挣扎了一会儿 便慢慢地一动不动 经过一次次的失败 阿军终于掌握了冰冻活鱼鱼的最佳温度 他让鱼鱼处在半休克状态 然后再运输到几百公里外的城市里 哎呀 阿军老板 你怎么亲自来了 这些运输的工作就交给员工做就好了 怎么自己还亲自来一趟呢 这样我会不好意思的 郑老板 你订了那么多鱼鱼 我当然要亲自给你送过来啊 哎 好久也没有跟你见面了 顺带来看看你这位老朋友的 这辆车里不会运的是鱼鱼吧 没错 这车里运的就是鱼鱼 啊 你怎么敢用这种车来运送鱼啊 要知道我需要的必须是活鱼 要是死了我可不要的 你就放心好了 郑老板 鱼绝对是活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要的是活鱼 你怎么给我运了一车冰冻的鱼啊 诶 郑老板 你不要着急嘛 麻烦你拿一桶水来 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鱼竟然又活过来了 真是太神奇了 怎么样 按照约定 我给你提供的是活鱼吧 赞 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竟然想到了这种方法 这样一来 你运费又节省了不少钱啊 如果每次都空运来的话 那我可要赔得倾家荡产啊 随着运输问题的解决 阿军饲养的鱼鱼销路越来越广 可就在他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 阿军突然染上了一种怪病 阿军 你还感到冷吗 是啊 我这究竟 怎么回事啊 身体非常不舒服的 总是感觉浑身发冷 阿军 我们应该再去医院检查一下 你总这样莫名其妙的发冷 可太不正常啊 现在的季节 你看看哪有人穿后外套的 可是你就算穿着后外套 也还感觉冷 这肯定有问题 医院我们也去了不少 钱也花了非常多了 可是却一直诊断不出病因 老板 我明天不打算在这里工作了 我想要离职了 小松 你在我这里工作那么多年了 为什么突然要走啊 难道是嫌薪水低吗 小松 我们平日里对你不错啊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老板 老板娘 我知道你们对我很好 而且老板给我的薪水也很高 但是我不能再在这里坐下去了 既然你感觉我们对你很好 薪水又不差 为什么你要离职呢 难道你家里出什么事情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可以先回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忙完后再回来也是可以的 不要离职的 我家里没什么事的 老板 这是杀生造业的工作 再做下去 我怕会遭报应的 啊 遭报应 是的 我认识了一位学佛的师兄 他和我说了很多 关于因果报应的事情 老板 我每天将这些鱼 进行冷冻 那就是在造业 时间久了 一定会遭到果报的 哎 既然你学佛了 那就不能做这种行业了 好吧 虽然我舍不得 但是既然你要离开 我也不挽留你了 希望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 老板 谢谢你啊 希望你也不要再继续坐下去了 否则 会很危险的 以后也会遭到因果报应的 哦 老婆 你说我怕冷的病 会不会就是因果病啊 你怎么也相信这些啊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因果报应 不要胡思乱想的 呃 其实我也不太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不过我这病也有些太奇怪了 一直都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啊 过几天我们去医院 做一次更深入的检查吧 只要找到了病因 那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嗯 然而 医院依旧检查不出 阿军究竟得了什么病 而阿军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 即便是六月天 也要穿上棉袄 而且脸色苍白 浑身软软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哎 怎么会这样 我的身体 怎么会变成这样 而且 全身健康检查都做了 还是都查不出病因来 老公 你别气馁 明天我们再去别的医院 检查一下吧 哎 检查又有什么用 结果 还不是一样 哎呀 老板 老板娘 你们俩怎么在这里啊 哎 别提了 我这些日子 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来医院做一下检查 老板 你的气色 的确不怎么好啊 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呀 别提了 我不知道做了多少检查 可就是 查不出病因来 老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这是得到因果病 不如跟我一起 去我师兄那里 让他给你看看原因吧 哦 嗯 我们就去试试看吧 嗯 你身上背负的鱼灵实在太多了 而且这些阴灵含气十足 这就是你的病因啊 啊 嗯 这是真的吗 我老公虽然养鱼 可他并没有杀那些鱼啊 阿俊老板 你每次运输巡鱼的时候 总会将它们冰冻至休克 虽然没有让它们丧命 可是啊 你带给它们的痛苦 却是极大的 所以 它们的阴灵 才会找到你的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师兄 那我老公这个病 能抑治好吗 这个病要想治好 其实并不难 但就要看你们的态度了 这么说 我的身体可以痊愈 师兄 我们该怎么做呢 不再杀生 害生 坚持吃素 放生 护生 怎么样 你们能做到吗 啊 师兄 你的意思是 让我不再养鱼 嗯 老板 你冷藏巡鱼的方法 也不要告诉别人 否则 更多人会用你的这种方法 来运输巡鱼 那会有多少鱼 因此而受到 那种刺骨的痛苦 好吧 我听师兄的 从今天起 我再也不做水产生意了 那就恭喜您了 从那天起 阿军真的告别了 从事多年的水产生意 并且开始吃素放生 很多同行 想要花高价买下 他运输活巡鱼的技术 阿军非但没有透露这种技术 反倒劝他们 尽早放弃这种作恶的行业 一起来吃素 放生 互生 老板 你的气色 真是越来越好了 小搜 我已经不是什么老板了 以后 也不要叫我老板了 你说的没错 傻生作恶的事情 不能做 自从我卖掉鱼池 开始放生 互生念佛之后 我的身体真的竟然慢慢好了起来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因果的力量 善恶有报 谁也逃避不了的 之后 我还要坚持放生互生 并且多多劝道之前同业转行 一起来吃素 放弃杀生的 让他们也可以脱离恶业